大家好,我是小新先生 今次和大家不開箱了 看到三個肌肉猛男Rambo、史太龍在此 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沒錯,又是和大家吹吹 吹什麼呢? 今次想說一下3ZERO總共三個Rambo的電影 頭三集終於都出齊了 時序分別就是出了第三集 接著就是第一集 以及最近派貨的第二集 312的次序分別 整體上有些人可能會問 如果我三隻都未買 我應該要買哪一隻呢? 其他配件和武器方面我不特別再說 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影片 又或者可以上網看看 但是想說重點就是 說說頭雕和素體的差異 其他那些就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看買哪一隻好 首先說說 三個素體都是一樣 都是沿用同一個素體 分別就是上色的差異 分別就是Rambo第三集 就是膚色一定是最黑的 曬到最健康、最亮泥、古銅色 另外第二隻派貨就是Rambo第一 第一滴血第一集 這個膚色一定是最淺色 應該是比較白的 應該可以這樣說 那個驅體但是Body 我就會覺得他一定是做得太大隻 因為第一集的第一滴血 他就未說操到最巔峰的狀態 所以他就是沿用Rambo三的一個素體 這樣就會片得零射 即是格外的大隻 好 另外就是他那個素體 看上去應該說 整個比例是看上去非常之高 正常來說 他就不是一個非常之高大的晚南 所以就會美形了 你會看到他下面的一條腿 看到一個非常之大隻的上身 但那條腿就非常之長 比例上有點奇怪 好了 去到最新一隻的第一滴血一集 第二集的這個造型 膚色是平衡的 都介乎在第一和第三集中間的 由淺至深的 這樣去平衡出來 這個膚色其實我覺得是不錯的 那些巴痕其實三個都是一模一樣的 你會看到全部都是胸口上面的巴痕 已經是不能磨滅 由第一集到第三集都有 分別就是第二集反而深色了一點 去到第三集可能已經淡化了淺了 好 除了這些方面之後 頭雕 頭雕我也有研究過 似乎就是第三集和第一集應該用同一個造型 有沒有看錯 反而這次逐集應該是全新修改過 所以眼睛看上去就有點不同了 好像強勁了 是不是很有神 如果你三個造型差異 第一集一定的造型是靈寫不同 所以如果你是選第二第三集來講 我會覺得第二集今次這個會進步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先看看數體 第三集這個應該都出了一段時間 所以它的包膠數體都比較久 起碼都有幾年的貨 那個手臂可能去到這個位 就已經有少少會彈 我記得印象中當時都是差不多的 即是不會說可以屈到超強勁 這個位置 另外這一邊也是差不多 大致上這個位置 但上色真的挺正的 因為你看到它是非常深 還有那些很強勁的胸口上面的紋 非常棒 頭雕可以再看一次 這裡重溫和大家第三集的頭雕 好 前面有些巴 最重要的兩點點也沒有上色 當時都是覺得很遺憾的一件事 好 這個第三集的造型 好了 去到之後派貨的第一集 也一樣 就是背脊有少少的疤痕 也是滑上去的 就是用一個滑的方式 去呈現 配脊有些 另外 這個位置 其實有點不知道 我都不明白它究竟是污漬還是一個舊化 可能那件背心 本身那件淺淺灰灰綠綠的背心 可能會不會有些適宜的感覺 我不知道 好 另外 這個手臂也差不多 也有少少回彈的感覺 這隻可以更厲害 自動回彈 這個可能有上一日子之後 可能真的沒有辦法 就有少少回彈的手臂 整體上的比例 剛才也說過 就是比較高了少少 長腿了 一個少少的遺憾 而且太大隻了 頭雕可以再看一次 跟剛才第三集好像是差不多 比拼一下 有少少近似 但好像有少少不同 但我研究了很久 應該是否真的用第一個頭來改 我不是很清楚 應該也是一樣 去到剛才派貨的第二集 這個 我手臂因為最新出的關係 可以看到沒有回彈 OK 可以扣得厲害 不知道是否改良了 如果是的話就好 沒有回彈 暫時 還是擺久之後 也有跟我們之前出的 有什麼情況發生呢 不知道 好 頭雕可以再看一次 好像完全不同 那些 那雙眼應該是大了 和我研究的鼻骨位 是有少少不同 所以估計它是一個全新的 或者是修改過 微修 大修 也好 是修改過的頭雕 如果大家 都是那句 三隻買哪隻好呢 可能你真的要研究一下 你想砌什麼造型 或者是它想要什麼配件為主 那二三應該是比較多人的選擇 一我覺得都可能會比較冷門一點 始終都是 未去到二三這麼巔峰的一個 動作片的造型 好了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好 希望大家都喜歡一個 3-0系列的一個 Rambo電影的1比6 Action Figure 我們下集有再見面 就這樣 拜拜